第四百二十一集 众目睽睽之下,李牧带着冯公子又如法炮制了毒神和吸血老妖。 这次,金平儿给力了许多,在李牧复活他们的一瞬间,便出手给他们下了禁制。 于是,两人在清醒的状态下,被冯公子靠佩了秘籍。 人的求生欲那是极强的,尤其是死过一遍,又被复活之后。 毒神和吸血老妖连一句硬气的话都没敢说,痛哭流涕地向李牧忏悔,表示要利用余生为仙学院散发光和热。 基本上,李牧问什么就答什么,万毒们历年来收藏的宝藏和法宝之类的,但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知无不言是言无不尽。 如果不是李牧的复活只能持续二十分钟,他说不定就真的给两人一个机会了,但现在是只能遗憾地用他们来立威了。 毕竟,李牧是个样子活,抛弃各种外挂,真实的战斗力连野狗盗人说不定都打不过。 公司的两项技能威慑力高于杀伤力,那最大杀招的智能飞剑最多还能用出三次剑神。 三次之后,飞剑就是个白板儿,所以塑造一个为了理想喜怒无常的疯子形象,十分有必要啊。 围观的田不易等人,默默地看着李小白做事,各有心思。 小白道兄,死去数十年的人,还能复活吗? 人群外,突然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众人回头,一个黑衣人站在了不远处,手里请着异柄飞剑,面容憔悴。 沧松,你盼我清原门,竟然还敢露面? 田不易回头看到黑衣人,猛地拔出他的法宝赤焰,摇摇对准了沧松道人。 今天我便带清原门清理你这个败类。 天师弟,你也盼处了清原门,就不要让人在这里砍笑话了。 沧松道人冷笑一声,一句话把田不易堵了回去。 在众人古怪的眼神中,田不易僵在了原地,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扫得无底自容。 田师兄,蜀山派乃万派之首,可以说天下修士出蜀山。 回归了仙旭院,就是回了娘家,回到了道门的本宗啊。 这不是背叛,这是向道之心。 林莫笑了笑,给田不易解围,说完,他看见了沧松。 沧松道友,可是想复活万剑一吗? 可以吗? 沧松道人颤声地问,如果你能复活万师兄,我敢当鲜血人马前卒。 万剑一没有死,又谈何复活呢? 林莫看了他一眼,此时他应该在清原门的祖师祠堂扫地了吧。 没死? 沧松,田不易和水月大师,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个声音。 田不易忘了刚才的尴尬,问道, 院长,此时当真? 嗯,当真。 林莫点点头,有些苦恼的道。 不过,清原门被我折腾这个样子了,怕是万剑一,还是要来仙学院捣乱的呀。 众人一头黑线,水月大师预见到了,万剑一对上仙学院后的凄惨场面,面色一摆,向礼木行礼紧张道。 还请院长对我万师兄手下留情,我们会想办法劝助掌门师兄和万师兄的。 嗯,能劝助最好啊,米木笑着点点头,如今有仙学院,有天际玄清道,大凡般若,田书第二卷, 稍后呢,还会有田书第一卷,和焚香谷的焚香预测等等无上心法,乃是名副骑士大派啊,代表未来的修行方向。 如无意外,我是真不想和清原门为敌啊。 田不易等人的面孔是一阵抽搐,除了朱仙剑之外, 你都快把清原门掏空了,还叫不想和清原门为敌? 这做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啊。 不过,当李小白罗列了仙学院如今掌握了资源后, 众人不得不感慨,仙学院虽然时间短, 但无疑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庞然大物, 远不是清原门天音寺可以抗衡的了。 沧松一阵癫狂的笑声,把所有人的目光又吸引了过去, 他表情扭曲,泪流满面。 没死,竟然没死,那我这些年干了什么? 我就是天地下贼臣的臣祸, 无言面对清云门的列祖列宗, 无言面对万世兄。 信仰崩塌,他猛地拔出了宝剑, 便向脖子上抹去。 铛铛一声吹响,却是田不易挥手击飞了沧松手中的飞剑, 他一脸的悲痛。 沧松师兄,这不是你的错,都是命运弄人哪。 命运弄人。 沧松呆着地站在原地,双目无神,仿佛失去了灵魂。 李牧倾壳离声, 沧松道兄,既然你看不生死, 那不如也来我仙学院做一名教师啊, 传道授业,同寻真正的大道如何呀。 沧松道人,只不过是李牧利用的一个工具, 李牧并不在意沧松的生死, 但既然被田不易救下来了, 那就非无利用, 把他也拉进仙学院就是了。 以他的道行和对万剑一的感情, 那万剑一真杀来了, 也能挡一挡。 说起来啊, 沧松师兄也不算做错了。 李牧看着沧松, 继续道, 万剑一那么骄傲的人, 磨磨无闻地在祖师祠堂里扫了几十年的地, 细说起来, 跟死也没什么区别。 清月门的道啊, 其实是错了, 我认为, 沧松师兄有必要活着, 把你亲爱的万师兄, 引到正途上来。 我仙学院呢, 虽然手段极尽了一些, 但我可以拍着胸膛说, 若能求得长生大道, 非我仙学院莫属。 众人不悦而同地, 看向了李小白, 身以为然。 沧松道人仰望了天空, 神情变幻。 天刻后, 他像是解脱了一般, 阴质的气息一扫而空, 整个人变得田径而且淡然。 他对着李牧抱拳道, 妥协道兄收留, 自此之后, 沧松便是仙学院一普通老师 和青云门, 载无瓜葛。 有着沧松师兄加入, 我们仙学院又添离园大将了。 李牧清清府长, 桓是众人, 笑容。 这一段时间的交流, 大家之间相会有所了解了, 在场的再无外人, 算段时间, 滴血洞寻宝的人啊, 差不多也快出来了。 为了仙学院的繁荣昌盛, 大家分工合作, 寻找万福古库的各个出入口, 准备收网, 能活捉就活捉, 不能活捉啊, 直接赶死。 第一卷天书事关重大, 只能落在我们仙学院手里。 说着最漂亮的话, 干着最龌龙的事, 这就是仙学院之所以能够成功带领大家寻到长生之道的关键吧。 众人早了解了李小白的秉性, 也懒得说什么反驳的话, 一个个摩拳擦掌点头称实。 说实话,他们被李小白折腾了这么久, 也该躲进滴血洞的家伙们, 享受一下仙学院那热忱的招揽服务了。 鬼王停留了片刻道, 小白院长,死去十几年的人,能复活吗? 苍松的问题,同样是他想知道的, 不求答案,还心不甘呢。 没有事故,做不到。 离不看了鬼王一眼,瞄了摇头, 宗主,如果你想复活尊夫人, 这修成五卷天书,或许可以做到啊。 第四百二十二集 当众人散去,李牧领的冯公子 来到了周一仙祖孙二人的身边, 嬉笑着问, 诶,周老爷子,这五行盾术什么的, 难不难的啊? 奇门盾甲之术乃是小道啊, 物头天书大道, 天下何处不可取得呀? 院长盯着老头子的顿术, 是蛇奔求末了。 面对李小白, 周一仙也懒得撞风脉上, 大人道, 哎呀, 老爷子能在这乱世逍遥这么多年, 这奇门盾甲又起着小道啊。 李牧笑道, 这活下来才有一切, 才是长生之道的真正核心思想啊。 周一仙看着李小白, 又看看冯公子, 默默愣了半赏, 叹息了一声, 李小白, 我能看透很多人, 但唯独看不透你们二人, 若世上真有超脱之人, 恐怕也只有你们了吧, 他们不信你能飞升, 我却是信的。 小桓惊讶了张大的嘴巴, 大眼睛看着李牧是滴溜溜的乱转, 李牧笑着摸了摸小桓的头顶, 奇门蹲甲之术, 等空下来, 我会远逢不动地传授于你, 能不能学会看你的造化, 老头子可不想被你打死, 再折腾两遍啊。 周一仙瞪了李牧一眼, 哭笑道, 不过, 以你的能耐, 十有八九是看不上那些五星蹲数的, 哎呀, 那就有劳了。 李牧谦逊地, 向周一仙行礼。 大部分的时候, 那李牧其实是个挺温和的人, 并不会逮谁对谁。 我能看看你的首相吗? 周小桓忽然道, 哦, 当然, 李牧无所谓地把手伸给了小桓。 在小说中, 小桓的像术那是颇为高明的, 虽然不像周一仙一样可以看透未来, 但他能准确地说出一个人的过去, 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周一仙, 坦然承认了看不透圆梦事, 这小丫头显然是不服气的。 李牧是任由他看去, 他也想知道, 周小桓能不能从他的首相中, 看出一些别的东西来。 小桓抓着李牧的手, 仔仔细细看了个遍, 又拉过冯公子的手看了看, 皱着小眉头道, 咦, 竟然没有过去, 你们是凭空冒出来的吗? 李牧和冯公子对视李牙, 笑着点头, 嗯, 算是吧, 周一仙咳嗽了一声, 唉, 小桓啊, 导航高到一定地步, 是可以遮掩天机的。 小桓白了周一仙眼, 转头看向李牧, 眼睛亮晶晶的道, 小白哥哥, 加入仙学院, 我能拜你为师吗? 哎呀, 仙学院有天书, 有各种无上的心法, 拜我为师, 才是真正的什么都学不到啊。 李牧笑里摇头, 你的辞职啊, 适合鬼道, 鬼王宗呢, 有一个叫鬼先生的欺人, 等他从低血洞里出来啊, 你可以拜他为师, 我呢, 就不误人此地了。 要拜, 就拜最厉害的人为师, 什么都学不到我也愿意。 小桓脆声声地道, 那, 看机缘吧。 李牧笑着看了周一仙一眼, 又在小桓的头顶摸了摸, 师妹, 我们走吧。 两人走出了几步, 身后, 传来了一老一少的对话声。 爷爷, 什么是机缘啊? 小桓问, 缘分吧。 周一仙叹息道, 小桓呢,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啊, 有些事儿, 是求不来的。 师兄, 我觉得周一仙, 应该是看出什么来了。 冯公子压低了声音道, 看出来也正常, 别忘了, 封印中的尼菩萨, 能把我们算出来, 这老头, 神神叨叨的, 能看出来一些东西也不奇怪, 不用犯在心上, 江湖越老啊, 胆子越小, 就算他真的看到了我们, 也不敢说出来的。 李牧笑的, 更何况, 也不一定能看到, 我倒是感觉啊, 有些事情, 他更想是猜出来的。 小丫头拜你为师, 是临时起义, 还是他提前交代的? 方公子问, 谁知道呢, 我从不在这些 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浪费脑细胞。 李牧道, 小冯, 抽时间, 把大帆班络也练一练, 结合天书第一卷, 把两门功法融合, 应该比丹炼太极选清道, 要快啊。 嗯。 方公子点头。 等空造山的事情一了, 叶鹏的愿望完成, 我们是不是就要回去啦? 嗯, 看情况吧, 李牧顿了一下, 如果可能的话, 试试看, 能不能把天一寺的 无自欲弊 和朱仙剑的 天书那种搞到手。 叶鹏能力有限呢, 指望他搞天书, 估计勾强。 冯公子愣住了, 红着脸问。 师兄, 你是为了我吗? 李牧看了冯公子一眼, 说道, 我想看看, 能不能顺带着 完成柳三元的人物。 冯公子嬉戏一笑。 我就当师兄 是为了柳三元好了。 这个世界的脸 捏得太普通了, 配不上师兄。 接下来的世界, 每一个我都要 漂漂亮亮的。 我要让金平儿 那样的狐妹子 看到我就知难而退。 李牧看着 自嗨的冯公子, 无奈得道, 唉, 你高兴就好。 当晚, 仙学院精英团 露宿在了空桑山。 新加入的教职工 果然给力, 但凡从万福谷枯 跑出来的家伙, 有一个算一个, 全被他们堵了下来。 进入死灵渊 寻宝的人们 是懵逼的。 没有人能明白 为什么 才短短一天 多的功夫, 外面的世界 就全变了样。 水火不容的正邪两派 竟然联合起来 对他们下手了。 鬼王拥有 对鬼王宗的 绝对控制力。 青龙和鬼先生 虽然奇怪, 但仍听从劝告, 回归了鬼王宗, 顺势加入了仙学院。 但炼血糖, 焚香谷 和天一寺 进入死灵渊的人 就有些受不了了。 在死灵渊, 又是和黑水玄蛇斗, 又是和一群人 你死我活得斗智斗勇, 好不容易 众人达成了一致 共享的天书。 这本以为 能够趁着 留在外面的人 和鼠山仙学院 勾心斗角, 逃之夭夭的。 结果呢, 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 刚跑出来, 就被正邪两道 联手给堵了。 天不夜, 你枉为青蕊们的手作 竟然跟魔教勾结, 简直是天下人的耻辱。 鬼王, 你竟勾结外人 涂抹炼血堂的天书啊。 普空师叔, 你们怎么了? 是被魔教的人 胁迫了吗? 如果是的话, 你就眨眨眼。 你们把我师父 御养子怎么了? 空桑山是乱成了一团的, 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 喝马声, 每个人都要抓狂了, 世界变化太快, 他们有些跟不上节奏啊。 一夜熬战, 凡是从滴血洞里 跑出来的人, 基本上都被拿下了。 李牧冷眼旁观, 自始至终没有出手帮忙, 只是在事后 当着所有人的面, 表扬了新加入的教职工 为蜀山仙学院 做出的贡献。 然后, 等冯公子 从俘虏们身上 拔下来天书第一卷, 在田不义等人 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李牧手一挥, 大肚地放走了 所有的俘虏, 没有胁迫任何人 加入仙学院。 第四百二十三集 田不义等人 感觉自己被恶意针对了, 作为名门正派, 投敌 毕竟不是多光彩的事情, 在他们心中, 自然希望能够 瞒多久就瞒多久, 虽然知道是欲盖弥彰, 但凡事儿, 那不都有个万一吗? 万一从空桑山出去, 他们想到了 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 可现在可好, 完全不用想了, 那被李小白放跑 那群家伙出去一宣传, 那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背叛了。 哼, 李小白果真是 一点活路都不给别人留啊。 不过, 当两卷天书 摆在所有人的面前, 无论田不义, 还是普空神僧, 很快便如鸡似渴地 投入到了 对天书的研究之中, 如果他们知道 这净则定律的话, 这保不齐 要说上一声真香的呀。 大师兄, 咱们是不是趁热打铁, 赏青月门, 把朱仙剑也枪到手? 空桑山返程途中, 柳三元凑到了李牧身边, 眉宇之间颇有些激动, 天书没有是没有, 这一搞就是两卷, 效率太高了呀。 着什么急呀? 李牧笑着对柳三元说道, 天书又跑不了, 有两卷先练着, 耽误之急呢, 我们要把先学院的事捋顺了, 就可以专心致志地 琢磨着剩下的三本天书了。 柳三元挠了挠头, 闪闪地一笑道, 师兄说得对呀, 剩下三本天书是要靠机缘的, 那天地宝库怎么说要十年后才能开机? 唉, 不着急不着急。 李牧想了想, 赏青月, 如今鬼王, 天不易, 普空都在先学院, 你在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 该问就问, 如果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两件天书, 那天地宝库的那卷天书, 我来搞定, 也许啊, 不用等十年。 冯公子奇怪地看见了李牧, 柳三元愕然呢。 唉, 不等十年吗? 嗯, 等天地宝库正常开启, 那自然要十年, 你不懂, 但别忘了, 天地宝库最后是被黑水玄蛇撞毁的, 那黑水玄蛇呢把他撞毁, 我们集起了这么多的大佬, 自然有办法从外面直接把他破坏掉。 柳三元是一颤。 可以吗? 他的梦想, 是学会着天书, 回到现实世界装逼, 能早一天回去, 他当然也不愿意等十年呢。 谁知道十年后地球变成什么样子呀, 不管有没有可能啊, 总要试试吧。 李牧笑道, 原著中写道啊, 天地宝库的南方死则的参天巨树上, 有着黄鸟守护。 黑水玄蛇呢不知道撞了天地宝库多少年了, 最后, 在张晓凡和陆雪奇钻进宝库后, 硬生生地把天地宝库给撞塌了, 这就证明啊, 天地宝库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而是一直都在那里, 找到他应该不难, 不过这之前啊, 天地宝库不准备开启, 没有重天放什么金光, 死亡沼泽平时又没有什么人去, 所以啊, 才没人发现而已。 刘三元的呼吸有些急促, 他的双手无意识地搓来搓去。 也就是说, 我们真的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极其五卷天数回归地球? 李牧看了他一眼, 这还要看你的学习进度啊, 现在千学院有精通太极玄清道的田不易, 水月, 曾树长, 有精通大凡般若的普空, 还有学会了第二卷天数的鬼王。 有这么多大佬在, 你就算和郭靖一样愚笨, 那我想, 学会两卷天数也不难嘛, 毕竟, 这些老师又不是江南七怪。 哎, 哎呀, 不难不难。 刘三元是嘿嘿笑道, 大师兄,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用最短的时间, 把两卷天数学会。 说完, 他连窜带跳地, 跑去找普空请教大凡般若的修行去。 朱仙中, 只有张小凡一人误透了无卷天数, 刘三元决定, 照抄张小凡的路子。 不过, 他的修行之路, 注定要比张小凡容易得多, 毕竟天数什么的, 不用他费尽心思地寻找了。 看着刘三元兴奋的背影, 冯公子问道, 师兄, 你决定帮刘三元实现愿望了? 这取决于他的学习进度啊, 如果他花费的时间太长, 我不会等他的。 李牧回头看了眼, 被他凑在一起的隔牌大佬, 看到, 不过, 我有种感觉啊, 一行生二行的契机, 或许在于, 把二和一的愿望都完成, 也可能在袁梦师提升的思维属性, 可不管哪一种, 我们都要试一试。 他笑着看向了冯公子, 把玩着手里的智能飞溅到, 更何况, 无论那种情况, 对我们都没有损失, 不是吗? 小冯, 你也趁这个机会, 多向那些大咖们学学天书吧, 把武军天书拿走, 那以后这个世界, 来不来也没多大意思了。 冯公子的眼睛亮闪闪的, 轻轻点了点头, 我听师兄的。 等背转身, 他猛地紧握了拳头, 小脸是微微发烫, 师兄这么着急着升二星, 一定是为了在以后的任务中, 还能跟我组队啊。 哼, 我就知道, 师兄是在乎我的。 在空桑山, 给诸位大咖来了一张集体合影, 用作流念, 李牧便带着众人, 浩浩荡荡重新启程, 唱着歌, 一路撒着广告, 返回仙学院。 这次, 仙学院的广告内容, 更具冲击力啊。 青云门四大首作, 天音寺普空神僧, 鬼王宗宗主, 和欢派宗主等, 诸多修行地的前辈, 连妹加盟了鼠山仙学院。 太极玄清道, 大凡般若, 焚香欲测, 天书二卷, 玄明道, 百花行, 万读神印长生秘传, 等等无上心法, 想学哪个学哪个, 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还有, 青云门仙子陆雪奇, 和欢派仙子金平儿, 鬼王宗圣女碧瑶等, 诸多仙女担任初级课堂考试, 这可让学员们享受到了如沐春风般的教学服务。 在李小白的不懈努力下, 仙学院真正地做到了师资力量雄厚, 再也不是之前的空架子了。 而此时, 随着空桑山事件的发酵, 仙学院在修行界, 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天音寺的住持浦洪尚人, 听完逃回来的法治等人的汇报, 在佛像前是呆呆地愣了许久, 突然间, 心灰意冷, 竟不知道接下来天音寺该往哪个方向走了。 半赏, 他才叹息了一声, 法治, 桥中召集寺内众管事, 尚义如何应对这天下前所未有之变局。 青云门, 在河阳城处理仙学院各项杂事的商政粮, 得到了空桑山的消息, 也顾不得侵吞仙学院的产业了, 架起的飞剑, 运足了全部功力, 急匆匆地向青云门飞去。 青云门四个首座都归了蜀山派, 再不想出应对之策, 青云门要没脸。 焚香谷远离中原, 在空桑山事件中损失最小, 但消息传回之后仍然局派震动, 仙学院崛起的速度太快了, 按照仙学院的发展速度, 别说等焚香谷百年大计了, 能撑十年, 或许都是奇迹。 第四百二十四级 回城途中, 借着一场勾获晚会, 李牧帮了叶鹏, 屡顺了仙学院的组织架构, 正式把院长的位置还给了他。 叶鹏为院长, 负责调度仙学院的一切事务, 直辖精英团。 院长之下, 鬼王、三妙仙子、田不义、 水月大师、 曾书常、 普空、周一仙等人为副院长, 负责青云系、 鬼王宗系、 何欢系、 天一系、 奇门顿甲系的招生统筹。 次一级的, 陆雪奇、 碧瑶、 金平儿、 曾书书、 齐浩、 宋大人、 法明等各派二代弟子, 担任重点教师工作, 负责教授更高一级的道法。 众多修为没那么高深的普通弟子, 则负责入门弟子的筛选和初级道法的传授。 前海等先学院的出资人, 统归了办公部, 负责劳资分配、 学校宣发、 后勤保障等等。 这照搬自现代大学的精细化分工, 让鬼王等人叹为观止。 各司其职, 这样高效的运作, 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能找人及时顶上, 绝对不会影响先学院的正常运转。 那至于院长嘛, 有没有无关紧要? 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 用不了几年, 天下修道界, 尽归属山啊。 这歪的、 正的、 样样精通, 李小白果然是个奇才啊。 没有人把叶鹏院长当一回事, 不过, 当李牧把院长的头衔转给他的时候, 脑海中仍然得到了任务完成的提示。 嘿, 稳了。 不顾全程黑脸的叶鹏, 李牧晃动了手指, 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了冯公子。 冯公子回了个笑脸, 此时鬼王问道, 院长啊, 我们什么时候去高圣渝的三卷天书? 加入仙学院的门派, 就鬼王宗出了一卷天书, 那不把清云门和天音寺拉下马, 他咽不下这口气啊。 田不易, 普空等人, 也是紧张地竖起来了耳朵。 天地宝库的天书乃是无主之物, 但其余两件天书, 一个是在诸仙剑, 一个是那无字欲弊, 关系到他们的老冬家呀。 仙学院的势力这么大, 如果明强, 那两大门派千年的传承, 估计就要断送了。 他们虽然投降了仙学院, 但感情仍然在原来的门派那边。 哎呀, 不要叫我院长了, 如今仙学院的院长, 是我师弟叶鹏。 屏幕笑了笑, 看看叶鹏纠正了鬼王的称呼才到。 剩下几院天书啊, 我早有考虑, 仙学院如今走上正轨, 平脉无故弃上门去, 显得我们太过霸道, 影响不好。 不如呢, 我们以仙学院的名义, 邀请清云门的道选掌门, 和天音寺的朴红上人, 来一场天书交流会, 把各派的天书集合到一起, 共同商讨如何呀? 哎, 毕竟, 天书五卷那是全人类的财富, 我们不能太过自私, 把天书把持在自己手里呀。 话音一落, 周围只剩下了篝火燃烧的 啤啤啤啤啤的声音。 鬼王是古怪地看了眼里目, 轻出了一口气了。 院长的意思是把道玄骗下山来, 趁机邀请他加入仙学院。 不可能的。 田不易摇头道, 院长, 道玄师兄不像我, 他不会任由清云门千年的基业, 毁在他手里的。 苍松冷笑了一声, 道玄固执, 若让他加入仙学院, 需要巴九会和仙学院平革于死往破。 虽然我们几个加入了仙学院, 但清云门的底蕴身后, 万师兄活着, 这么多年的清修说不定已经突破了太清净, 若他动用诸仙剑, 即便强如院长, 怕也难以应付。 那个男人, 青龙玄武的面色, 变了数遍, 百年前的万剑衣,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牧却愣住了,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的是以天书换天书啊, 大家共享交流啊, 怎么就被你们理解成我要下黑手敲门归了呢? 我是那样的人吗? 还有, 你们这一口一个院长是什么意思? 没看到叶旁脸都绿了吗? 这索性啊, 已经完成了的任务, 不会再被判一次失败。 李牧呢, 也懒得纠正他们的称呼了。 院长就院长吧, 万一以后回来, 也能有个正经的名分。 李牧善笑一声, 唉, 好吧, 既然大家执意要邀请道玄加入先驱院, 那就按照你们的意思来吧, 把道玄骗下来, 我们呀, 抢抢竹先剑。 反正先驱院发展下去, 青云门早晚也会破产, 干脆, 抢情收雇了, 这省得以后大家见面尴尬呀。 院长, 有把握对付竹先剑。 鬼王听到这话精神大振, 不是还要你们吗? 李牧笑了, 先驱院是大家的先驱院, 又不是我自己的, 我连天书都不练的。 院长打算如何处置道玄师兄他们? 甜不易的脸色, 有些不太好看。 他的性格固执, 怕是…… 嗨, 把他打失忆了, 留给你们编故事, 又不是没干过。 剑派的任务都完成了, 李牧也懒得遮遮掩掩了, 索性就挑明了话。 听到这话, 曾书长, 幽姬, 碧瑶等等, 一干失忆人士的情绪, 瞬间滴落了下去。 作为第一批受害者, 他们虽然知晓了过去的身份, 但仍没有恢复记忆, 这心中百般不是滋味啊。 小白师兄, 我们的记忆还能恢复吗? 碧瑶忍不住问, 虽然他爹说法和李小白一样, 记忆丢了是好事, 但他总觉得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曾书长等人的目光, 同时看向了李小白, 眼神中饱含稀迹和渴望。 曾书长, 突然站了起来, 向李牧绅士一礼, 院长, 我们已经和仙学院融为了一体, 如果能给我们归附记忆, 大恩, 莫尺难忘啊。 文秀, 幽姬等所有丢失记忆的人都站了起来, 向李小白行礼。 普空等人面色古怪, 好嘛, 这仙学院的发家史果然离奇而且怪异啊, 不走寻常路啊。 曾书长等, 这有时候记忆不一定美好的, 李牧是有些尴尬。 不美好的记忆, 也是我过去的人生, 总比缺失的好啊。 曾书长等, 李牧看见叶鹏, 晃动手指, 给他发信息, 你是院长, 你来做决定吧, 可以卖个人情。 失忆狂猛的身份都表明了, 再和我说这个有意义吗? 叶鹏是没好气而回了一句, 直起身来, 对众人道, 头部再次遭受撞击, 机会恢复记忆。 啊, 就这么简单吗? 众人诧异地看向李牧, 李牧呢, 笑着点点头, 只听着碰碰碰碰, 啥拿捡, 这山坡上响起了一连串剧烈的撞击声。 随后, 曾书长, 尤姬, 文秀等人, 剧都僵在了当场, 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的, 大行发呆现场啊。 李小白, 你就是个混蛋。 恢复了记忆的碧摇, 满脸通红, 发出了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 猛的是扑向了李小白。 我要杀了你! 文秀等人呢, 还算克制, 但看李牧的眼神, 同样充满了赤果果的杀气。 哎, 碧摇, 不要冲动啊。 李牧转头看见了碧摇, 一个膀胱缩小数地丢了过去。 碧摇一颤, 猛地蹲下了脚步, 脸变得更红了, 山城道。 小白, 我错了, 求求你, 不要。 鬼王无奈地摇头, 看看碧摇, 又看看李小白, 嘴角呢, 是莫名地画过丽摹意味深长的笑意。 李牧笑问, 哎, 冷静了吗? 碧摇深吸了一口气, 这眼泪在眼眶里晃动, 点点头呢? 冷静了? 李牧笑了笑, 这才解除了技能。 碧摇的眼睛, 凸得灯打了, 想到当初在树林后解决那一抛, 那咬牙切齿地看着李牧, 跺脚道, 李小白, 你的法术果然能够解除, 你, 你太欺负人了。 李牧呢, 是笑着看着他一眼, 哎, 习惯了就好了啊。 曾叔叔无奈得道, 大师兄, 你骗我骗得好苦啊。 曾叔长呢, 则默默地愣在园地, 想起了被李小白两人折腾的凄惨过往, 一句话都不想说呀。 文秀苦叹了一声, 轻轻拉住他夫君的手, 摇了摇头, 安慰道, 就这样吧, 我们斗不过他的, 新学院的生活挺好的, 不是吗? 第四百二十五集, 平复了激动的心情, 碧瑶直勾勾地看着李小白, 两行清泪, 顺着脸颊滚落了下来。 鬼王脸色微变, 突然叹息了一声, 李牧只轻声道, 碧瑶, 我早就说过了, 恢复记忆未必是一件好事啊。 碧瑶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哽咽道, 小白师兄, 你什么都知道, 一定要办法复活我的娘亲, 对不对? 靠着吃他娘亲的肉活了下来, 这一直是碧瑶心中最深切的痛。 李牧看了他一眼, 我做不到啊, 不过几期五卷天书嘛, 或许可以办到。 碧瑶听到这话眼睛一亮。 真的? 这整个世界的道书, 都源于五卷天书, 那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办到的呢? 李牧笑道, 如果没有做到, 那一定是你练得还不够深, 捂得不够透啊。 小白师兄的道书, 也能学会吗? 曾书书忽然问道, 李牧脑海里, 浮现出了笑傲江湖世界, 那一大群联系天外飞仙的少年, 肯定的点点头。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青云们, 从天书悟出来道书, 这天音寺呢, 从天书悟出来佛法, 鬼王宗, 从中悟出了遇鬼之法, 这足以证明天书无所不报。 每一个人从天书中悟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只要你想, 一切皆有可能。 曾书书, 若有所思。 碧瑶听到这话, 也是若有所思。 话说着李牧, 终于每一个客户的梦想, 叶鹏的梦想已经完成, 剩下柳三元的天书梦, 那自然要想办法, 调动起所有人的积极性来。 失忆的问题解决了, 大家又回到了同一个起报现场, 就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情了。 李牧拍拍手, 把话题引了回来。 这接下来呢, 我们权力地攻略, 剩下了三卷天书。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人真正地集齐过五卷天书呢? 诸位的长城之道能否成功, 就看这一哆嗦了。 愿长所言甚是。 鬼王的眼睛扫过众人, 朗声道, 天道兄, 藏松道兄, 你们乃清云门出身, 但此次天书一世, 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我们当齐心协力, 还望诸位不要寻思里面因小失大, 若天书一世因谁而失败。 秦学院上下, 共诸之。 不要增助提点, 我等自有分策。 苍松哼了一声, 略显不满地说道, 哎呀, 这没说两句呢就吵起来了, 这以后让我怎么管呢? 叶鹏看着针锋相对的几人, 感觉前途是暗淡无光啊。 可柳三元却颇有些兴奋, 毕竟天书是为他寻找的, 那参与的人越多, 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呀。 李牧双手下压, 众人顿时安静下来。 看到这一幕, 叶鹏羡慕地直砸嘴, 他要是有李小白的手段和威望就好了,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掌门人呢。 既然定下了失忆之策, 那我们呀, 便把计划做到西处, 毕竟竹仙剑和和为名啊。 若真造成了什么损伤就不好了。 秦勋院以生命为本, 能不死伤就不死伤。 李牧双, 据我所知啊, 道玄和万剑一啊, 应该都拿了起竹仙剑。 虽然不知道竹仙剑离了青云山, 还剩下多大的威力, 但一切啊, 仍小心为上。 不可能, 竹仙剑非太清净不可动用。 若说万世兄数十年能修到太清净, 我相信。 苍松道人, 斩钉截铁的道。 但, 道玄, 绝对不可能。 嗯, 不管你信不信, 他呀, 的确修到太清净。 李牧扫链, 苍松道人。 所以啊, 我们能智取的就智取。 水月大师曾和万剑一有过一段情愫, 若万剑一拿着朱仙剑, 届时, 还要劳烦水月大师施斩美人计。 要是能凑进万剑一身边最好, 啊, 直接给他后脑上来一下, 把他敲诗意。 师父。 陆雪奇瞠目结舌, 看他师父的眼神, 就像不认识了一样。 更让陆雪奇惊讶的是, 李小白竟然直言让他不苟言笑的师父使用美人计, 也是够了。 自从来到空桑山之后, 陆雪奇的人生观和思想观, 就一再颠覆, 一幅新的世界画卷在他的面前展开, 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清冷单纯的冰雪美人了。 而水月大师听到李牧的话, 脸腾得红了。 胡闹, 要打堂堂正正地打就是, 我不去。 啊, 水月大师, 难道不想你的万师兄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李牧笑看着水月, 寻寻善诱的, 等他失忆之后, 那故事可以随你编造啊。 若是别的世界, 那李牧也不说这么多了, 毕竟, 水月至少也是三百多岁的人了, 但诸仙世界的时间线和仙剑那是一样混乱, 田不易和苏儒结婚的时候都至少有一百多岁了, 三百多岁才生了田灵二, 十几岁的田灵二呢, 又爱上了至少七八十的旗号, 那几百岁的鬼王娶了狐妖, 生下了十六岁的碧瑶, 哼, 所以啊, 对于诸仙世界的人来说, 年龄从来不是问题, 物种也不是问题, 这每一个修道人的心理年龄啊, 都要除以十才正常。 水月和万剑一配对, 换算下来, 就是两个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谈恋爱, 没什么大不了的, 说不定的努努力, 也能生出来一个小baby呢。 我不行, 我不能害万师兄。 水月大师脸色一变, 正色道, 不要逼我, 我做不来。 哎呀, 这怎么能叫害呢, 如果不是苍松判处青云门, 他来做这件事情更容易。 李牧惋惜地看了一眼苍松, 谈到, 为了万剑一, 不惜出卖青云门, 他才是真爱啊。 李牧轻叹了一声, 既然水月大师不愿意, 那么游击上好了, 据我所知, 一百多年来, 游击对万剑一一直念念不忘啊。 当众被揭穿了心思, 游击的脸腾得也红了, 恼怒地瞪了眼灵小白。 不要说了, 我去就是, 不, 我去。 可话音刚落, 水月大师便抢着道, 他冷冷地看了眼游击。 院长, 青云门的事, 要由青云门的人来解决, 不用劳烦外人。 水月大师, 如今我们都是仙学院的人, 哪来的什么外人? 比瑶是见不得他优移吃亏的, 缝子呢? 你。 水月大师怒瞪比瑶,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那就一起去好了。 李牧师无所谓的松总监, 两女征服, 这估计万剑一心到手更乱, 更容易得手。 听到这话, 水月大师和幽姬怒目对视, 四目之间跳跃着战斗的火花。 哎呀, 好多的八卦呀, 陆雪期和文敏对视着, 眼睛里是亮闪闪的, 果然, 红尘历练才是对的啊, 贵王, 无奈地摇头, 看到, 李小白果然无所不用其极啊, 对于李小白, 他是差远了。 哎, 有一件事必须要记住啊, 不管你们两个谁负的敲头, 都只能敲一下, 敲两次啊, 记忆就恢复了。 银幕叮嘱的, 大家都记住啊, 敲头千万不能上瘾, 这敲起来没完, 搞不清对方有没有失忆, 吃亏的最后是你们了。 曾书长, 怒瞪李小白, 不愉快的往事又涌上了心头, 如果他没记错, 他至少被李小白敲了七八次啊。 谁敲, 都可以吗? 曾书书是个敏锐的少年, 又一次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点。 嗯, 对, 我的法术啊, 无声无息, 没有举例限制, 关键啊, 就在于敲那一下。 银幕笑着看向曾书书, 鼓励道, 如果想啊, 人人都可以成为失忆狂摸。 我那个去, 一片咽口水的声音, 好多人不由自主地摸向了自己的后脑勺, 好可怕的法术啊。 李牧并不介意这敲头失忆的能力暴露, 接着说道, 鬼先生对万简一有恩, 苍松师兄和万简一关系最好, 你们呀, 父子在旁边干扰, 为水月和幽击创造机会。 是, 金尊院长吩咐。 鬼先生, 表情错愕, 唏嘘不已。 多次正魔大战, 每次打上青云门的时候, 那都是无比的惨烈, 死伤无数。 但现在, 被李小白这么一同安排, 把青云门突然变成了一场闹剧。 这以后修仙界的战斗, 不会都变成这个样子吧? 鬼先生突然不敢往后想了。 道玄, 同样如法炮制, 田布玉师兄和曾师兄一家作为主力。 李牧继续道, 这次战斗啊, 主要以青云门为主, 给王宗和官派容易引起仇恨, 先往后哨哨, 负责和仙学院的学生们一起围观好了, 这真压不住了, 你们再上。 第四百二十六集, 普空和尚额头直冒虚寒, 在篝火旁是坐卧不宁, 当李牧告一段落, 他起身道声佛号, 阿弥陀佛, 小白院长, 青云门的诸仙剑可多, 但天音寺的无字玉璧, 镶嵌在山峰之间, 无法移动, 不知院长打算如何应对呢? 据我所知, 无字玉璧, 除了剑丝的祖师曾误得大凡般若, 后来的僧众, 无一人能得见天书真荣啊。 好, 普空大师, 不要心急, 一个也得来啊。 李牧笑道, 搞定青云门, 自然就轮到天音寺了, 至于如何让无字玉璧写到天书嘛, 我自有办法。 我不是心急啊, 我是为天音寺的僧人担心啊。 青云门的人失忆也就罢了, 功法仍在, 但天音寺的人除了功法, 还有佛法修为啊。 若连佛经都忘记了, 那还能教僧人吗? 陈音的片刻, 普空决定, 为老东家求过情, 他站起身来, 双手合十, 恭恭敬敬地向李牧行了个大礼。 小白院长, 天音寺与世无争啊, 这时还请院长对天音寺的僧众手下留情啊。 呵呵, 青云门, 鬼王宗等人向普空投去了一道道冰冷的目光, 仿佛在说, 你在想屁吃啊, 大家都被李小白坑过了, 凭什么和尚就要例外啊? 李牧看着普志, 笑道, 哎, 是情况而定, 具体情况呢, 具体应对, 普空大师啊, 我要为整个仙学院的师生负责呀。 次日, 重新启程的时候, 李牧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现象, 仙学院各派之间, 人和人的距离突然间疏远了, 相互之间至少保持了三米以上的空间, 到航相近的人交谈, 可以面对面, 可有并排站立, 但绝不把背后留给对方, 一旦后背对了人了, 便会条件反射地转回来, 而且, 众人看向李小白的眼神, 都挂上了那么一丝丝无奈。 啊? 敲头失忆的后遗症吗? 可那些没被敲过头的, 也这么谨慎干什么呀? 李牧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了冯公子, 晃动手指一线千问, 哎, 小冯, 怎么回事啊? 冯公子尴尬地对着李牧笑了笑, 回道, 师兄, 为了预防万一, 我提前把所有人都标记上了敲头失忆, 估计是被他们发现了吧? 哎呀, 一群老狐狸, 这是用自己人做实验呢, 李牧的眉心, 不自觉地跳动了几下, 分外无语, 方公子啊, 方公子啊, 你这是嫌拉仇恨拉得不够啊, 照他这种搞法, 这袁梦师是交不到朋友了。 方公子的信息接着传了过来, 要取消掉吗? 李牧无奈地回道, 哎, 事都干了, 再撤销啊, 落不到任何好处, 这样也挺好, 让他们相互之间啊猜忌, 就永远不会抱团了。 一个脑袋被敲, 就一定会失忆了世界, 那人和人之间想建立信任, 真是难如登天啊。 我把你当朋友, 你却敲我的头, 这前一秒是仇人, 敲着你的头, 哼, 下一秒, 我就是你爸爸。 李牧试着幻想了一番, 这日后诸仙世界的人们心里, 倾笑了一声, 估计啊, 诸仙世界以后的道法研究方向, 会朝着头部的防护, 和如何快速处理膀胱里的尿液发展吧。 半个月后, 李牧带他的精英团, 回到了和阳城, 将近一个多月的巡回广告效果, 那是超级的棒。 数以万计的适龄青年, 从四面八方赶到了和阳城, 等待下一轮的招生。 和阳城变得比之前还要繁华了, 街道上都是临时改建的客栈, 先学院外围的空地上, 密密麻麻地搭建着数不清的帐篷。 运送食物和生活用品的平板车, 往来穿梭其中, 热闹非凡。 和阳城的城主派出了大量的士兵维持秩序, 在先学院的外围, 俨然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城镇。 果然, 一所好的大学, 是可以带动当地GDP的发展的。 当精英团从和阳城上空飞过的时候, 立刻引发了轰动。 无数人尖叫着向天空挥舞双手, 跟天上飞行的人打招呼。 更多的人则向先学院的方向冲去, 准备第一时间报名入学。 鬼王俯瞰着下方疯狂的人群, 无限感慨。 这就是全民修仙嘛, 向我贵王宗寅人百年参悟第二卷天书, 破解扶龙顶, 费尽心思要壮大圣教打败情缘们。 要是如此, 仍感觉难如登天, 没想到竟是路走错了。 远章, 我从此虚为天下首有的智慧之人, 现在看来为师如井底之蛙, 可笑之极啊。 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 自然能够领略到更广阔的天空啊。 林莫笑道, 教育普及开来, 方能人人如龙。 宗主啊, 下面这些人啊, 大部分成不了才, 但只要有千分之一, 或者以后的万分之一, 能达到宗主的高度, 那便是全民修仙的成功啊。 基础大了, 那出现天才的几率, 自然会相应的增大。 受教了。 鬼王转身, 向林莫行礼。 田不义等人, 若有所思。 进入仙学院, 曾叔叔等仙学院的第一批教职工, 轻车熟路地引领精英团, 梳理仙学院外混乱的秩序。 而李莫从留守的人员的口中了解了这段时间, 发生在仙学院的所有事情。 空桑山一行, 李莫抽掉了所有的教师和精英, 彻底放弃了对仙学院的掌控, 自然拦不住各派的调查。 和阳城是青云门的地盘, 闹谈得最欢的就是青云门。 他们不仅把仙学院的学生抓到青云山, 了解他们的修行功法, 甚至还搬空了仙学院图书馆, 更试图派人接管仙学院。 据留守的人员交代, 青云门的仙师入驻仙学院后, 仙师向学员宣传了鼠山派的盗窃行为, 并为学员们重新划分了班级, 从青云门派下的仙师来传授他们课业, 并主持招生工作。 不过,十天前, 听闻李小白等人回归, 青云门的仙师们突然撤离, 留下了一大堆烂摊子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 把我鼠山派的秘籍都搬走了, 只笃定我回不来了呀。 李牧的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 看起来田不一, 田老,道玄对你很有信心呢, 田不义, 尴尬得无敌自容, 可惜做事还是不够干脆呀。 李牧摇摇头, 失笑离声道, 竟然把秘籍都搬走了, 何不干脆把剩下的四五千学员 全部都带上青云门, 再在河阳城设立个办事处, 把报名的人统统引上青云门, 全盘接了先学院的盘子, 从根上断了先学院崛起的可能, 这顺着先学院的模式经营下去, 那从此, 青云门便长盛不衰, 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大派了。 鬼王笑道, 若是万界一, 说不定有可能, 刀玄没有那个思维模式。 田不义, 看西道, 唉, 不是不行, 还是做不到啊, 青云门没有一次性, 把四千多的人带上山的法术, 更别提几万人了, 先学院的运转依托河阳城, 有大量物色供养, 而青云山偏僻, 山上的资源养护不了这么多人, 真把几万人带上青云山, 别说发展成第一大派了, 原来的青云派, 都能被拖垮呀。 第四百二十七集, 当天晚上, 陆陆续续有隐藏在河阳城的修士, 趁着夜色从河阳城离开, 估计那是各门各派探子, 夜猫子李牧, 则任由他们离去了。 先学院外, 数万的新生等着入学, 这其中指不定还隐藏了多少奸细呢? 先学院剑派任务超额完成, 那李牧早就无心理会这些琐碎的小事了, 鬼王宗, 何欢派, 近乎全部的成员, 都并入了先学院, 他们若连这些小事都处理不好, 那魔教也没有理由存在着数千年, 早被人灭了。 如今, 先学院中最没有存在感的, 可能就是叶鹏那个名义上的院长了, 可怜的叶鹏啊。 青云门通天封玉清殿上, 道玄真人, 商正良, 养好商的天云道人, 田不易的妻子苏儒, 以及在祖师祠堂里扫了几十年地的万件衣, 聚集在了一起, 一个个嘴唇干裂, 愁眉不展。 环视着稀喜拉拉, 连座椅都没有坐满的手座门, 道玄真人心头一片凄凉。 谁能想到啊, 半年不到的时间, 传承了两千多年的青云门, 竟衰败成了这副模样。 七封手座, 去了四封, 连几十年未曾露面的万剑衣师兄, 都被他搬了出来。 祖宗鸡业呀, 道玄真人抿了下干涸的嘴唇, 强作镇定了。 上师弟, 已经两天了, 仙学院那边还没有动静吗? 伤正凉了头发, 毛毛躁躁, 双目无神, 声音沙哑。 回兵掌门师兄, 李小白等人回到河阳城后, 被一直在操持树山仙学院的新生入学, 并无其他消息传出。 李小白那回人肥解的法术太过阴死, 为了防止打草清舌, 清明们负责探查的弟子不得不起马传递消息, 距离仙学院三十里外才敢遇见飞行。 往来消息会偶多半天的延误, 但大抵是不会错的。 道玄又问, 前不易他们也没有消息传出吗? 伤正凉摇摇头。 鬼王宗的人接手了仙学院的排查工作, 我们的弟子混不进去, 天使弟他们进入仙学院后也不曾出来过, 更别提撤地信息了。 苏儒的神情有些急切。 长门师兄, 不易他们不会有事吧? 能有什么事啊? 天云道人哼了一声, 多少人见到他和苍松那个叛徒, 和鼠山派的人混在一起, 憋涕多滋润了。 苏儒是神色惶恐。 不易他们对清云们感情深厚, 一定是被那李小白挟迫。 请掌门师兄明鉴。 道玄真人, 仿佛没有听到两人的争吵, 直勾勾地看着玉清殿外的红桥云海, 你难道? 他陷入我清云门首座, 又窃我太极玄清道, 我看他根本就是李亏不敢登我清云门。 商正良冷声道, 更何况清云门朱仙见朕赫赫为名, 怕他也是没胆子登上清云门。 连道德经这般的万经之祖, 都公然刻在了学院内, 任由人观瞻, 李小白又岂会在意那些普通典籍啊。 一直没有说话的万剑一, 淡淡地开头闹, 上山若水, 水善立万物而不争, 天之道立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道德经虽无法门, 但寓意之深, 远高于太极玄清道, 物透道德经, 或可立地成圣啊。 万师叔的意思是说, 那李小白是圣人不少。 肖一才用力咽了口唾沫, 艰难地说道, 可观那李小白的行警, 分明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魔头, 各种妖术比魔脚的功法还要令人不迟。 朝阳风商政良大弟子楚玉红, 从身后摸出一个水囊, 拽下了筛子, 往舌尖上倒了一小口, 湿润一下干涸的喉咙, 忍不住道。 张文师伯啊, 万师伯啊, 说李小白不来, 我们是不是能够痛痛快快地喝水了? 大家已经七八天没敢喝水了, 再这样下去, 不等他来, 我们自己就先渴死了。 郁青殿里, 一阵清嗓子的声音, 不说河水还好, 这提起河水, 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嗓子干得像是要喷出火来了, 于是, 大家伙都摸出了背在身旁的水囊, 象征性地湿润下嘴唇, 缓解缺水之苦。 再人两天, 如果鼠山派还没动静, 便放开饮水控制吧。 道玄也闭了下嘴唇, 无奈地叹息道, 少喝些水不打紧, 总比大厅广度这下尿裤子强啊, 长生堂玉阳子一事要引以为鉴啊, 青云门明门正派, 这毁了形象和死了也差不多了。 话音未落, 欲清殿外, 一个看上去约摸三十岁的年轻道人, 非夜似的闯进殿内, 他面色苍白, 气喘吁吁道, 师父, 不好了, 鼠山仙区院打, 打,打过来了。 该来的终究躲不掉啊, 众人齐齐变了脸色, 等待的时候才是最焦急的, 听闻李小白终于出发了, 道玄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精神一震道, 来了多少人, 魔教的人在不在, 我青云门的人没有随对而行, 常见, 不要着急, 把情况说清楚。 师父, 你说的人都在。 常见猴头滚动, 用力吞眼唾沫, 浑身如筛康般直不住颤抖, 仿佛见到了多么惊恐的事情一样, 产生道, 两万人, 师父, 鼠山仙区院至少出动了两万人。 不怕他来, 就怕他不来, 青云门有诸仙剑阵, 抱他有来无回, 等打败了鼠山, 一切恢复正常, 我们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道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边走边叙叙叨叨地说话, 突然, 他停住脚步, 转头问, 长剑, 你可是说什么? 褚身许愿来了多少人? 两万。 常见满脸的苦涩, 声音是越发越没点。 丽小白吧, 所有入学的心声都带上了, 黑暗暗一片, 遮天蔽日, 说是要来青云门, 考药杯拿走的教材。 万剑一干笑一声, 感觉自己被打脸了, 他愣了一下道, 等等, 遮天蔽日, 你说他们是飞过来的, 两万普通人。 弟子亲眼所见的。 长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拿起了随身携带的水囊, 是咕咚咚地灌了一阵, 借此, 平复激动了心情。 我也没想到, 两万人, 真的能被一个人用法术拖着飞起来, 虽然他们飞得很慢, 但, 确实是在飞呀。 不可能, 我不相信天下, 还有谁能有如此深厚的道合。 伤正粮食抓狂地咆哮道, 李小白, 若能真是以此行搬两万人从河阳城搬运到青云山, 说他是大罗金仙也不为过, 我们还打个屁, 干脆集体偷奔鲜血院算了。 万师弟, 李的意思呢? 道璇看下了万剑仪, 他虽然几天没怎么喝水, 但额头仍然冒出了汗珠, 事情终究还是脱离了控制。 或许只是搬运法力气, 李小白若是真的有那么深的道行, 以一己之力, 也可以一统天下了。 何至于为了搜集天书, 用了这么多下作的手段, 挑拨各派之间的关系呢? 万剑仪道, 打, 这场仗必须要打, 有朱仙剑, 我们不一定输。 我去取朱仙剑。 道璇犹豫了片刻, 下定了决心。 你们去通知各风弟子, 准备战斗, 记得之前商量好的对策, 往当下都垫一些衬布, 防止伸落。 第四百二十八级 青云门乱成了一团呢, 弟子们渴了好多天, 脱水脱得都快成鱼竿了, 但听到蜀山仙学院来犯, 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情, 仍然是抓紧时间上茅房, 努力地排空身体人的每一滴水分。 渴了好多天, 脱水脱得都快成咸鱼了, 女子天魁用的月布, 成了青云门弟子的必备之物。 男性弟子使用, 那自然不能再叫月布, 改名叫做棉兜, 加大加宽。 有条件呢, 趁着厚厚的棉续, 这没条件呢, 干脆把许多块棉布 是缝制在了一起。 长生堂啊尿洒空桑山的悲催事迹, 早已经传遍了整个修道界。 被灭门, 多惨烈的事情啊, 可硬生生地被李小白搞得是颜面尽尸, 数千年积累的声誉那是灰飞烟灭。 如今, 谁提起长生堂, 不一定会记得创派祖师是谁, 但一定会记得, 这尿洒空桑山的玉阳子啊。 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 没有门派愿意做第二个长生堂, 堂堂第一大派青云门更经受不起这样的赤辱, 所以哪怕对自己脱水到死, 也不能让李小白阴谋得逞。 话说这两万人的天长飞, 比当初的五百精英团壮大了四十倍, 真正地做到了遮天蔽日, 这是修道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从河阳城开始, 仙学院的队伍下面, 便坠着数不清的马车, 那都是些有钱有闲的, 跟着去看热闹的人群。 超大型的飞行团, 每经过一个小型的村落或者城镇, 那看热闹的队伍, 便会加大少许。 鼠山仙学院成立之前, 这高来高去的仙师们斗法, 跟普通人几乎没有关系, 最多是有一些门路的人, 能听到一些神仙传说, 可全民修仙的口号提出后, 这修仙, 俨然成了老百姓身边的事情, 非常的接地气啊。 鬼王宗, 青云门, 尿崩的玉阳子, 陆雪奇, 金平尔, 碧瑶, 争奇斗艳, 青云门抢夺新学院的教学秘籍, 老顽固们企图阻拦修道界的改革, 这各种各样的奇闻内幕, 比说书人的画本还要精彩。 茶余饭后, 每个人都能就着仙学院的话题砍上一阵子, 百姓们颇有参与感。 此次, 仙学院上青云门讨要秘籍, 是发生在家门口的大事, 那不跟着去看看, 将会是一辈子的遗憾呢, 那再辛苦, 也要去看看。 院长, 你的白允术, 不需要消耗法力吗? 鬼王此时问道, 这么多天的接触, 鬼王等人和李牧熟络了许多, 进入了仙学院后, 不用提防李小白, 别提多轻松了, 尤其是鬼王, 他有属于他的小心思, 李小白法力高深, 手腕高明, 注定是镇压一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不会再有比他更好的女婿人选了。 哦, 小考其少, 更多的呀, 是调动天地间的灵气, 李牧呢, 是随口敷衍。 游戏世界为了提升操作性, 大幅度地削减了逻辑性, 所以游戏世界带出来的魔法, 在其他世界呢就是bug, 解释不清楚的。 英雄无敌三世界中的飞行奇术, 哪怕带更多的兵, 同样是说飞到哪儿就到哪儿, 消耗的魔法值都是固定的, 根本不讲道理。 行程, 取决于队伍中速度最慢兵种的角程, 那已经算是对飞行奇术最大的削弱了。 就像现在, 队伍中大批量的都是刚入学的普通人, 飞行的速度只比普通人慢跑快上一点, 和欲见飞行比起来, 那完全就是归速, 这也是看热闹的人能够跟上来的原因。 人数越多速度越慢? 鬼先生问道, 嗯, 差不多吧, 李牧点头。 参悟了天书, 能学会这样的道数吗? 曾叔叔问, 恢复了记忆之后, 他闹了一阵子别扭, 但性格跳脱的他, 和来自现代社会的叶鹏两人, 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很快便又重新融会了集体, 而且更享受仙学院的生活了, 这才是他想要的修道生涯呀。 嗯, 能。 李牧看了曾叔叔, 肯定地点头道, 在他的渲染之下, 五卷天书在曾叔叔的心目中, 早成了堪比七龙珠一般的存在, 只要学会了, 可以从中挖掘出任何离奇的法术和愿望。 现如今, 曾叔叔寻找天书的心, 比任何人都积极。 话说着一鼓作气, 再而衰三而劫, 从河阳城到青云门, 遇见飞行最多半日, 但李小白一次性的带上了两万人, 这速度慢得令人发指啊, 这可急坏了那全副武装的青云门的人了, 他们一个个站在红桥上, 望眼欲传, 他们已经好多天, 没痛痛快快地喝水了, 就等着这场战役打完了, 要么生, 要么死, 哪有这样吊着人的呀? 田不易带的宋大人等弟子, 投降了鲜血院, 大竹风只剩下了小猫两三只, 拥有预见飞行能力的, 只有苏儒和田灵二。 郑大理, 吕大信等三代弟子, 虽然修行年代久, 却才练到了欲清静三层, 不会遇见飞行, 各自持着宝剑站在一边, 一个个当下是鼓鼓囊囊, 脸色严肃, 紧张到了极点。 田灵二嘴唇干裂, 像一朵枯萎的小花, 一点都不水灵了。 娘, 爹和师兄他们真的背叛了清云门吗? 别胡说, 无论谁背叛清云门, 你爹都不会背叛。 苏儒的目光中, 闪过了一丝坚定。 李小白是不是出的大魔头, 手段太过诡异, 你爹和大师兄他们迫不得已, 才入了仙寻院, 等掌门师伯打败了李小白, 尘埃落定, 你爹他们自然会回归清云门。 如果我不是提前知道了李小白的协议法术, 他用尿裤子行过, 十有八九, 我也会投降的。 田灵二叹息了一声, 眼神中, 多了几分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酬绪。 小凡师弟没犯什么错误, 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 大竹风一下子少了那么多人, 一点都不习惯。 李小白太可恶了, 如果有机会, 会一天要将得碎尸万段。 苏如愣了一下, 凡是左右, 轻轻握住了田灵二的手心, 压低声音在他耳边道。 灵二, 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李小白行事手段虽然怪异, 但他不是视杀之人, 出道至今真正被他灭掉的, 只有万毒门和长生堂, 正道虽然被他搅合了一个天翻地覆, 却没有死一个人。 此次, 清玉门的胜算并不大, 如果事不可为, 不要和新学院的人应聘, 直接投降, 找你爹去。 娘? 田灵二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啊, 似是没有想到这样的话, 会从娘亲的口中说出来。 静声, 还想不想一家团聚了? 苏儒, 弯了他一眼。 刚才的话, 你知我知就好, 不要再告诉第三个人了。 苏儒和田灵二正在密谈, 一个查探消息的通天风的弟子, 遇着飞剑, 静止落在了云海广场上。 在众人迫切的眼神中, 急步走了两步, 来到了道玄的身边。 长门, 李小白带着先学院的人, 在青云山下三十里出的 河谷村安营渣寨, 住下了。 此言一出, 众皆华人。 道玄的脸当时就黑了, 重重地一拍旁边的白玉石栏杆脑。 瘦子, 欺人太甚。 他的脸色当然不好看啊, 从来那魔教众人攻打青云门, 都是一股作气带人攻上山来的, 哪有半途停下来的。 他娘的李小白, 不按套路出牌啊。 鼠山派停在山脚下, 那诸仙剑阵还怎么发挥威力啊? 第四百二十九集, 顶着他李小白, 知晓诸仙剑阵, 不敢上山, 连百年前的魔教都不如, 懦夫。 也许是青云门的叛徒出卖了我们, 那话不能这么说呀, 青云门下着李小白, 让他止步不前, 也算是一件姓氏。 议论声, 顿起, 大竹风小竹风, 龙手风, 风回风的留守弟子, 面子上都不太好看, 一个个神情沮丧。 毕竟, 他们的首座都在鼠山仙学院, 若出了叛徒, 那也是他们几个疯的。 一想到这一点, 他们心中就对投降的人生出了浓浓的怨恨。 那就算打不过, 也不能直接又投降了呀。 如果是虚以伪移的假投降, 那暗地里刺杀李小白, 同样可以原谅。 那刺杀不了魔头李小白, 那找机会跑回来, 那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这既没有跑回来, 也没有刺杀李小白, 还帮着李小白来攻打青云门, 那分明就是真投降。 让他们在师兄弟面前连反驳都做不到, 这让他们怎么抬得起头来呀, 简直就是青云门的耻辱。 商政良说道, 显然李小白有备而来, 道玄师兄, 我们怎么办? 道玄面前, 摆放着灰扑扑的朱仙剑, 他眉头紧皱, 尽量不把目光放在这柄绝世兄剑上, 怕被他的兄弟之气影响了心神。 朱仙剑与青云门的朱仙剑阵配合, 方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历来被称为青云门的阵派之宝, 那要是带着朱仙剑下山, 以他的道行, 恐怕连朱仙剑一半的威力都发挥不出来。 李小白显然知道这一点, 要下山和他决一雌雄吗? 道玄真人犹豫了, 李小白还有一事逆天地破坏他人法宝的倒数, 这朱仙剑也是法宝啊, 万一被毁掉了, 他怎么和列祖列宗交代啊? 而且, 三十里的距离不远不近, 众弟子怎么下山呢? 遇见飞行, 万一遇到李小白, 一个个飞剑被破坏, 从天上掉下去怎么办呢? 为打仙伤啊那可是, 士气指定会低落, 那就更没法打量。 现在的蜀山派已经不是李小白几个人了, 鬼王宗和欢派的人都加入了, 他们怕时不会对青云门弟子手下留情的。 那要呆在山上不打, 以不变应万变呢? 那众弟子还喝不喝水了呀? 道玄真人是左右为难, 他也口渴呀, 数百年的修道生涯, 他几时像这样缺过水呀? 他娘的, 李小白就是个无处下口的刺猬呀。 道玄真人表面镇定, 很内心中, 早就把李小白骂了个狗血淋头。 道玄师兄, 弟子们都准备好了, 要不打下去吧。 天云道人忧心忠忠地说道, 李小白对青云门的内部刑事一清二楚, 被他拖上那么几天, 下面的弟子怕是要主动叛逃了。 道玄真人, 看下了万剑一, 万剑一轻哼一声道, 青云门和仙学院理念不同, 是道统之政。 除非青云门交出朱仙剑, 从此关闭山门不问世事, 不然, 无论如何都要打上这一场, 避免不了的。 道玄师兄, 当初我们师兄弟五人, 胆枪匹马杀相魔教总坛, 何等的义气风发呀。 你因主管青云门事务未能成行, 一致暴汉。 此时, 我等导航比以前更深, 可是却患得患失, 唯唯诺诺了吗? 好, 那就打。 道玄真人瞳孔一缩, 瞬间下定了决心, 他长身站起道。 青云门重弟子, 鼠山仙学院, 掠我青云门首座, 在各派之间屡屡挑起事端, 勾结魔教, 欺瞒百姓, 剧烈钱财, 唯恐天下不乱, 如今又犯我青云门, 弃予我诸仙古剑, 是可忍孰不可忍, 众弟子听令, 随我沙沙山眷, 除魔未盗, 以正善听。 谨遵掌门法旨。 一片沙哑的声音, 异口同声的响起, 渴了这么多天了, 大部分人都是口舌生疮, 憋得一肚子的火气, 再不让他们把这户斜伙释放掉, 那爬到碧水潭里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场, 他们会疯掉的。 李小白到处诡异, 欲清净四层以上的弟子, 有多余法宝的, 带上多余法宝, 以防祭练多年的飞剑, 被李小白毁坏, 所有弟子欲飞剑, 离地不可超过十米, 防止高空坠落受伤, 除山派又震发火雨, 发动时间约十夕, 持续时间约二十夕, 待火雨发动之时, 迅往灵尊身下躲避, 由我来护持你们安慰, 不慎于被火焰灼烧衣物。 道玄的声音, 在云海广场回荡, 一条条古怪的战前准备事项, 传到了每一个青云门弟子的耳朵里, 青云门弟子面色各异, 不敢喝水, 都当步, 低空飞行, 这名不见精准的蜀山派, 硬是改变了传承数千年的 修道界战斗方式啊。 邪魔犯剑, 青云门危在旦夕, 不肖弟子道玄, 请灵尊驻战。 道玄真人手持朱宣剑, 对着碧水潭身识一礼, 请灵尊驻战。 万剑一, 商政梁等人同时行礼, 只见碧水潭中, 一道水柱冲天而起。 青夜祖师过世后, 千年没有下过山的 户山灵兽水麒麟, 首次被召唤了出来。 他看着云海广场上的 青云门弟子, 对着道玄不满地怒吼了一声, 仍乖乖地 让手持朱仙剑的道玄真人 站在了背上。 呼啸一声, 带着风声和水气, 载着道玄真人冲天而起, 向着青云门山下呼啸而去。 水麒麟那不知道活了多久了, 早开了灵智了, 他听到了道玄的驯话, 但他是灵兽, 从出生变高傲无比, 战力高深, 随着青夜祖师 征战天下所向披靡, 又岂会在乎道玄那些 小小的规矩。 在他的心中, 为了一个不敢上升的蜀山派, 那惊动他都不应该呀。 毕竟, 一百年前的政协大战, 他都没有参加呀。 眼瞅着水麒麟带着掌门丢下了他们, 飞上了高空, 青云门所有人都愣住了。 哎, 这和计划不一样啊。 伤正粮是抿得下嘴唇。 万师兄, 我们应该跟着灵尊, 还是按照道玄掌门所说, 低空飞行赶去战场啊。 哼, 灵尊和朱仙剑都惊动了, 青云门底牌进出, 还低空飞个屁呀。 唯唯诺诺, 还修什么险, 吻什么刀啊。 万剑一冷亨, 手一招, 林鲸鱼手中的斩龙剑输得飞出, 落在他的脚下。 小子, 借剑一用。 万剑一长笑一声, 欲弃斩龙剑化作了一道清光, 紧随灵尊而去, 尽显豪气。 万剑一的英姿飒爽, 影响了云海广场上的所有弟子。 看着万剑一的身影, 伤正粮丝是想起了当初的蛮荒五人组啊。 笑看着天云道人一眼, 记起飞剑, 化作一道流光, 也追了上去。 天云道人不甘示弱, 欲飞剑呼啸一声跟上, 紧接着是个脉的长老, 萧一才, 楚玉红等等天才弟子。 过一会儿的功夫, 五颜六色的光芒划过了天空, 追在水麒麟屁股后面, 向着青云门山下冲去。 道玄的所有叮嘱, 因为水麒麟和万剑一的高傲和豪情, 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正所谓, 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呀。 李牧不知道青云门的人为了对付他, 那是全员借水, 渴了好多天, 连纸尿裤都提前装备成了。 他只是习惯性的, 不让自己置身险地, 距离青云门三十里地为而不公, 既可以给青云门压迫感, 又可以发挥失控技能最大优势。 在小说中, 朱仙剑阵在许多人身上, 证明了他的霸道, 连神兽、鬼王都不能从朱仙剑下全身而退, 李牧才不会蠢到登青云山去和朱仙剑阵硬碰硬呢。 那至于两万入门新学员, 在战斗中基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他们不过是李牧绑到自己战船上的另一道护身符罢了。 青云门那是正道的剑仙, 如果对先学院新入门的普通人和围观群众 大杀特杀, 即便道玄暂时保住了朱仙剑, 那正道第一的名声那也保不住了。 李牧就是擅长抓住别人的弱点交朋友, 更擅长利用弱点对付敌人。 蜀山仙剑院的落脚点是一块平整的荒野, 除了野草, 连高大的树木都没有, 适合露营。 在英雄无敌世界, 飞行奇数通常用作大规模运兵, 所以两万新生携带了大批量的生活物资, 一顶顶简易的帐篷搭建了起来, 挖灶, 架锅, 烧火, 做饭, 随对二姓的食堂人员负责打理饭时, 学生们满面红光, 唱着歌儿跳着舞, 让远征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型的郊游活动。 现在的新学员们, 大多是被当初空桑山异形的广告团吸引来的, 向往的就是鼠山新学院, 那洒脱自在的修道生活。 空桑山的事情早就传开, 李小白站立惊人, 那般险恶的环境, 魔教四门是两滅两降, 正道人人归顺, 五百精英团无一人伤网。 现在, 仙学院的规模比之前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区区一个青云门, 没人放在心上。 仰望着高耸入云的青云门, 一想到要和曾经的同门为敌, 田不易等人唏嘘不已, 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老田, 水月大师, 打起精神来, 这个呀, 不是同门相残, 这是为了给青云门一个更好的结局呀。 李牧坐着最后的战前动员, 想想, 那如果让鬼王宗的人出手的话啊, 小白, 来了。 鬼王侍警的声音突然传来, 李牧豁然抬头, 青云山的方向, 一个黑点儿从云层中扑了下来, 以极快的速度迅速贴近, 他不由脱口而出, 我去, 水麒麟? 灵尊? 田不易, 水月等人都愣住了, 谁也没想到, 这为了对付李小白, 从不下身的灵尊竟然都出动了。 田不易和水月大师对视一眼, 心脏跳得飞快, 青云祖师先世之后, 水麒麟就再也没有出过手啊, 但他们都知道, 水麒麟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了他们, 或许比道玄和万剑一加起来还要厉害, 这水麒麟加朱仙剑, 李小白会是对手吗? 他们该静观其变, 还是帮仙学院对付同门, 或者现在反戈, 制住魔教的人给道玄创造机会呢? 但很快, 最后一个想法便被否决了, 这李小白没死之前, 坚决不能反水啊, 因为鸟不起啊。 水麒麟的身形越来越大, 思维属性提升, 李牧目立即将, 远远地便看到了站在水麒麟背上的道玄真人。 李牧乱入, 魔教入侵青云门的事情没有发生, 在场的众人, 不知道水麒麟的战斗力, 但李牧知道, 水麒麟曾独占独神, 三妙仙子和魔教的众多高手, 虽然落在了下风, 但换算下来, 战斗力和两个宗主差不多, 可以说非常恐怖啊。 如果水麒麟和道玄分开, 对李牧来说那是相当棘手的, 但是现在呢, 道玄骑在了水麒麟的背上, 哎呀, 这好好的灵兽不当, 非要给人当作祭啊, 哼, 活该的倒霉啊, 来得好。 李牧笑了一声, 欲起智能飞剑, 迅速腾空, 远远地对道玄和水麒麟同时用了膀胱缩小, 和失控双技能。 既不可失, 失不再来啊, 道玄持朱仙剑, 其水麒麟而来, 那肯定不是来和他喝茶聊天来的, 先打, 再讲道理, 不能等朱仙剑发威啊。 李小白, 朱仙剑下, 邪魔妖灵从未掏到火口, 你若聪明, 啊? 道玄的声音传来, 朱仙剑毫光绽放, 流转道玄全身, 把他衬托得如同一尊杀神一般, 人味道, 生仙质, 在空旷的天地间如红雷一般, 闯入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这原本是极其拉风的出场方式, 可是, 话说了一半, 水麒麟突然发出一声古怪至极的谋叫, 截断了道玄的话语, 只见水麒麟的身体侧后方, 猛地喷出了一道清澈粗壮的水珠, 向着大地洒落, 在阳光下袭袭闪光, 映出了一道绚丽的彩虹啊, 嘿嘿, 这拉风的出场效果, 顿时便打了折扣, 哗啦一下子, 喧闹声揍起, 两万多观众抬头看着天空, 一个个是双眼放光神情激动, 哎, 尿了, 尿了, 哎呀, 水麒麟尿洒青云门, 只此一幕, 这一趟便没有白来啊, 我去, 树山派盗发果然名不虚传啊, 果然, 灵尊也没能逃过此劫, 田不易等青云门的人是尴尬不已啊, 看着天空中被迫地洒下了一道光亮水珠的护山神兽, 暗住青云门的心, 刹那间消失无踪啊, 以灵尊的威能, 都没能逃过李小白的毒手, 这世上, 恐怕没什么人能够制住他了, 一声嘶吼, 水麒麟怒气冲天, 不顾身后挂着水墓, 千年来被他吞噬的无数怨灵亡魂, 发出了森然淒厉的惨叫声, 直奔李小白而来, 他曾经随青夜祖师征战天下, 诸仙剑威之下, 锁相披靡啊, 但今天的战斗过程中, 当着供奉他的青云门弟子的面被打尿了, 灵尊的颜面荡然无存, 他是水麒麟, 拥有控水之力, 竟控制不了体内飞速流失的水分, 哼, 这简直就是赤果果的打脸啊, 李小白, 我青云门和你势不两立, 道璇面沉似水, 嘶哑的声音传遍了天际, 他从没想过, 李小白的倒数对灵兽也能生效, 尤其是这一阵阵发紧的小腹, 也让道璇惊惧不已, 如果不是他好几天没喝水, 今天只怕要跟着灵尊一起丢人了, 不过此战过后, 青云门掌门骑着尿骑林大战李小白的事迹, 怕也是要名垂坚固咯, 一想到这里, 道璇就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呀, 恨不得把所有的目击者突入一空, 尤其是李小白, 更要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才能消弥他的耻辱, 可道璇不知道, 他的苦难, 其实才刚刚开始, 道璇举起了朱仙剑, 掐动剑爵, 剑身上紫光环绕, 道璇双目赤红, 怒瞪着李小白, 调动起了全部的灵力, 只等灵尊靠近了他便痛下杀手, 力求一击把他斩于剑下, 离开了青云山, 他无法调动朱仙剑阵, 但朱仙本身就是仙剑, 但内涵凶利之气, 道璇坚信, 他的权力一击, 定能把李小白披得粉身碎骨, 鬼气缭绕的水淇琳, 和一身凶煞之气的道璇组合在了一起, 早失了一身的仙气, 活脱脱的一副超级大魔头的模样, 鬼王等人早已升空, 紧张地注视着道璇手中的朱仙剑, 他们感受到了朱仙剑散发出来的凶利之气, 一个个神色紧张, 随时准备侧映李小白。 现在是扳倒青云门的最好时机, 若不能夺下朱仙剑, 那仙学院树倒狐孙散, 再找机会, 不知道要到猴里年马月了。 突然, 只见了急迟的水淇琳急停, 焦急地扭来扭去, 神色黄极, 竟不知道该继续前进呢, 还是转身逃开了。 不过很快, 他就不用纠结了, 只见着扑了一声, 身下的水墓仍在稀稀利利地往下渗水, 他的尾巴一翘, 这身后又窜出了一道昏黄的液体, 是止也止不住啊。 迅速, 突如其来的一幕, 惊呆了道玄, 他的脸是一阵白一阵红, 呆呆地站在水淇琳的背上, 脑海里是一片空白, 握着朱仙剑的手都在发抖,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听过李小白有催人尿尿的能力, 不知道他还能让人拉西医啊。 这难道是他为了对付青云门准备的杀手剑吗? 青云门的人可以不喝水, 但总不能连饭都不吃了吧, 全靠兜当布拦着, 那外人看不出来, 但自己就不难受吗? 这鼠山派, 为什么都是些这样恶心人的倒数啊?